一笔财 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我是启发的郭先生 台北股市今天开币以后再走高 那区间做一个随便震荡 那尾盘最后一盘直接做一个所谓下杀 那这个所谓下杀 所以告诉你下礼拜一不妙 等一下我解释给各位听 那今天呢中场第18点量缩到896亿 好 那我们现在谈 昨天我怎么跟头这么谈的 2月23号我们谈2月24号 这是短线上的 我跟各位讲高点是在这里是空地区 这里是多地区 如果我都不调整 今天最高是9784 差距16点 那第一点9740 差距也是15点 一个差16 一个差15 那我之前跟各位讲 你在做指数的部分 你只要事先把它算出来 在这个区间 那你一开盘你就要去做调整 那我调整出来 低档在9743 高档在9780 调整过后 因为这里事先做预算嘛 你在指数的一个操作上面 短线上的 如果你没办法事先预算 那你在做指数很危险 你在做指数很危险 那你事先做预算以后 你当下调整一下 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高低点 那如果去做调整 那当然你可能就要透过我的技术分析课 你就可能要透过我的技术分析课 好 这种调整K非常非常厉害 好 那怎么做调整 今天开盘在这里 开低 9.05分 那你看到这一根K棒的时候 你怎么去抓 因为今天跳空下开 那跳空下开一定有很多人看不好 那很多人看不好 那跳空下开很多人就会砍在低点 那你就要去算哦 你就要去算出 它今天的一个 低档跟高档在什么地方 今天算出来了 今天的高档 开盘是这一根K棒 我只有看到开盘 9.05分这一根 那这一根开盘 你看到以后 你就可以抓 原来今天的高点是在9780 那今天的最高到哪里 这一根 9784 最后面这里9782 9784 对不对 这个9782 这个9784 那跟这个9780 事先算出来的 那它的低点 开盘没多久见低 这边是9740 是破9743 那怎么去算的 你如果看电视 你有带计算机 那我教你 来 这个点是 9761 9810 减9761 那个数字减起来后 乘以0.38 减9761 你得到答案是这个 那9781 减掉 9761 9810 减掉 9761 那数字减起来后 乘以0.38 再加 9761 你得到的答案是这个 你只要会懂得 会用计算机去算就好 那你可能会想说 老师我那叫你 我以后就照你这样子算 但问题是 7点 10点在哪里 710点你怎么去抓 如果去看形态 去抓 它的高低点 那如何去应用到 开盘点 去抓 它的当天的高点跟低点 这么多的路径 你怎么去抓 你当然不会抓 那你要透过学习 你就懂 好 OK 所以今天 很多人在这里做多 跌下去 那很多人在这里做空 因为跳空下开 那你算出这边是多底 你算出这边是空底 都没看到 你就算出来了 重点是 你事先要有这个功夫 这个技术 它都在这个区间 那一开盘 做一个什么的调整 高低 全部都抓出来 今天最高 9784 最低 9740 听得懂吗 好 OK 那 我刚才有跟各位讲说 为什么 你要看开盘跟收盘 开盘 这在告诉你 我今天要干什么 收盘 告诉你 我下一个交易日 要干什么 好 OK 那看这里 来 今天开盘 这一根 我们看量 量为价的先行指标 那今天开盘 9.05分这5分K 这一根是空方量 57亿 收盘 是空方量 开高走低 5分K 空方量 它是111亿 也就是说 收盘的 空方量 大于开盘的空方量 它就告诉你 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三 下礼拜一还在休息 下个礼拜三 盘不妙 那拉高上来 你应该在做空方 那下个礼拜三 会跌 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 你在看盘技巧 如果用三关架 去抓它的高低转折点 如何去 用其他的技术分析 你还用其他技术分析 不是得有单一技术分析 起码你知道今天 就知道礼拜要跌 礼拜三要跌 好 OK 来 那我们来看 3月23号 我们来谈 是3月1号 3月24号 不好意思 2月24号 来讲3月1号 正对收向下在这里 破双关架下限在这里 正对收向上在这里 双关架的上限在这里 好 那这不是无地放时 这三关架 今天你就要算出来 下礼拜三的 下个交易日 这是双关架 你今天就要算出 下礼拜三的 那你看 下个礼拜三 双关架的上限 是在9768 我就告诉你 等到这边一定要小心注意 这加权的部分 那你加权会算 那你要算台子 只是我在节目上 不能预告台子期 因为台子期可以做交易 但是我可以带台子期 然后呢 扣高低转折 那告诉你 下礼拜三 它是扣高转折 这线都事先画出来 下礼拜三是扣9777 下礼拜四是扣9785 下礼拜五是扣9737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这事先算出来的 那这个都是我在交投资朋友的 所以你就看啊 3月24号我们讲3月1号 这边是空底区 这边有算告诉你的双分架上限嘛 这也是多底区 这短线上的 但是一开盘 我就知道如何去做调整了 听得懂吗 那这种技术分析 外面你一定是学不到 因为这都是我特殊技术分析 它是事先做预算 今天在这里我就算到未来 三天 今天在这里 我就可以算出下一个交易日 这双关架 三关架 今天在这里 我就要算出下一个交易日的双关架 听得懂啊 好 OK 所以你要做股票跟做指数一样 你要胸有存主 你才可以事先知道 哪里是高点 哪里是低点 就比方讲3673TPK 今天呢 91.9 这重点呢 3673的TPK 这是很多人有的股票 那我问你 之前 我们在低档买的时候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 好 我们都没看到 那你就抓出他的一个什么低点 我们只看到这一段哦 这叫TPK 那一般赏户在低档他不会买 那你学习到有技术分析 你就懂得怎么去买 重点是你还要搭配扣低转折 这是来到多底区 所以TPK如果跌到这个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那一定是利空 一定财报不好 一定是破线 那赏户不会买 那我就会买 那时候四十几块 这一天 10月14号 10月14号 第二次再买是10月26号 他还没有脱离盘整 10月26号 这一根 最后一次加码 2月6号 再来我就不会买了 因为我低档买好就离手 2月6号 在这里 买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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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最高来到96块多 那赏户不会在低档买 那为什么你不会在低档买 你如果做股票 你没办法买在低档 那你做股票就很危险了 你要赚钱的机会就很少 那投顾的节目 几乎所有投顾老师 都是买涨很多的股票 比如讲 现在很多人就要跟你讲 经电 对不对 最近涨很多 那最近也很多人在讲 这种存安 在讲这种利清 涨很多的股票 是不要追的 那我们在低档买的时候 你不会买 所以赢家用于少数买 因为赏户 他绝对不会在低档买 重点是 那我既然可以抓得住 TPK的一个说的低点 跟起工点 那我试问一下 TPK未来会涨到哪里 那你手头上有TPK的 你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你就注意广告 你打进来问 我第一点已经都跟各位讲了 之前在这里买的时候 我趁工工给你看 我就跟你讲了 这里我买的时候 也都直接跟各位讲 那现在涨上来 很多人就一直在追 但问题呢 你追的价位 一定是比我高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你说 在低档买 这里买 这2月6号 这是去年的10月 10月初 10月中 10月底 那你现在买在这里 那你当然是会紧张 那你会紧张 那你就要去 你就要想办法去 知道 它的高点在什么地方 它的高点在什么地方 你会不会算 如果你不会算 那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我会跟你讲 我会跟你讲 那我高点跟低点 我错误的机会多大 几乎接近零 所以有TPK哦 这每天都成交一两万张 那你现在有TPK 你会紧张吗 对哦 所以很多人会卡电话你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我会低买高卖 低点在什么地方 高点在什么地方 我会知道 那你有TPK 你就打电话进来问 来 包括凯胜 我在这里买 这里卖一半 现在在这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卖一半 因为来到这边 带量过前高 一定很多人进去买 我会先卖 短卖一趟 抽出部分资金 那因为我这边买 一二三四五次嘛 我先调节一下 那这里一定是散户 很多人买 凯胜 二月二十二月二号 开红版那天我卖一半 好那 我想试问一下 凯胜未来会涨到哪里 我这里会先卖一半 因为我压了五次嘛 这里先卖一半 那未来 他会涨到哪里 我欢迎你打电话进来问 那起码 你低档 听我在节目上面讲说 凯胜八十块 非洲斑马 我白买嘛 那现在涨上来 他未来会涨到哪里 你有没有关系到你的权益 当然有啊 因为高档 你绝对不会跑 因为高档一定是最多人自长 最多人 最喜欢去买的 因为那时候一定会出现利多 那我已经算好 他的整个最后面的一个 所谓的卖出点是在什么地方 我会教各位 我会跟你讲 那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有TPK 你又打电话进来 有TPK的 跟凯胜的 来 打电话进来 问不要客气 上瘾我买这里买这里买这里 这里会买是因为有这里算出来 这也是低档 然后呢 这里买这里买这里买 最高前天 礼拜三的时候是207 130 140 150 我讲的不算数 要这个拿出来才算 头顾老师没有拿这一张 你都不要相信它 听得懂吗 这是证据 我这当初就已经跟各位讲了 最后一支加码是100 一月二十号 在过年前 那时候在一百六 一百六 一百五十几一百六 这里这里这里 涨到这里 最高 那它未来会涨到哪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你有2049的上瘾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包括联发科 203叫你要买 你不买 对不对 现在来到222级 我在低档买 过年开红盘那一天买 是不是在低档 验证一下 已经涨了二十几块了 为什么在这里买 当然是算出来的 第一买 包括可乘 可乘我在这里买 那为什么在这里买 因为这里二一 好OK 那我来到这个点 事先算出来 扣低转折 来到多头抵抗区 那最高到27 那这边是多少 220 220 221 222 那重点是 我又没有买 有嘛 那这些股票 未来会涨到哪里 你有可乘 有联发科的 有TPK的 有凯胜的 有上瘾的 就把握这个良心 你打电话进来 那你如果直接想要 跟着我学如何去低买高卖 我一直跟哥讲 低买高卖这种技术 你外面学不到 因为一般传统技术分析 带量过景线才买 那过景线 就代表涨一段了嘛 你为什么不在右肩买 站上季线买 那你为什么不在 乖里过大的时候 在相对低档买 而是要在涨上季线 不管指数个股都一样 已经涨了一波你才进来买 所以我的技术分析是C买 那你手楼上现在喔 联发科 宏达电我一直跟哥讲 80块以下非洲斑马 还没涨 TBK 联发科 宏达电 凯胜 上瘾 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知道他的一个所谓高点的价位 那如果认同我的理念 你想要学习低买高卖的 我们这个礼拜六 就是明天针对会员的一个所谓 标股的技术班开始开课 想要学的 今天我给各位大优待 或是你刚刚手楼上持有 我讲的这些股票 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那么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讲 未来还有什么股票在扣低转折 还来到多底区 未来会大涨的 好 你拥有的措施低档的买点 所以你要来学 大家会记得 5月底费用2万5 2月25号开课 三关架标股密集班 只限20名 目前来讲 已经只剩下3名 速播023898689 023898689 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使他一步 当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虚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当我们同在一起 分享幸福更easy 善用3C 幸福3T 教育部关心您 好 刚刚我们摄影师就讲说 阿老师 未来看现在的一个状况 短线上高点到了 那未来它会回答到哪里 连我们摄影师都在注意这个问题 好 那我也跟各位讲 这里没看到 我从这里就算出 这盘会到9770 结果超涨到9869 超涨100点 那这个100点 这里你要小心 因为来到这边 它是扣高转折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 它已经在扣高转折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未来扣高转折 它会 短线上会先做压回 再做涨 那压回 我已经告诉各位 9567跟9381 这个区间一定会来 这回档 我这事先算哦 最少要回档到这里 残影点回档到这里 如果回档到9381这附近 记住 占多方 占多方 那这个高点 9770上面 就建高 散物一定满在高档 然后跌下去 未来跌下去 这个点会到 这个点是安全买点 听得懂啊 好 OK 那现在很多人讲说 老师 啊我之前哦 看到你那个凯胜 80块叫人家要买 对不对 3673TPK 4块叫人家要买 2049的上瘾叫人家130要买 2454的联发客叫人家203要买 可曾叫人家 220要买 现在都涨上来了 那现在有没有 未来 现在在低档 未来会涨的表票 你要看节目看这个啊 我已经跟各位讲说 像你 你手头上 手头上已经有 讲的这些股票 你不要再去做追了 那你现在就是要去布局 不管大盘涨或点 你要去布局未来会涨的股票 这档叫 百言 它是不是在低档 那赏 那赏户会不会买 不会 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 它是生计股 去年大概可以赚到一个股本 那现在股价在低档 本益比偏低 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 赏户他不会买 那你要记责要买 那未来他会涨到哪里 我在节目上已经算给各位看过了 对不对 还有这一档 这一档叫光药 这个也不会有人买 为什么 他是不是在低档 是不是在低档 他触控薄膜的 就是做那个触控外面的那一层薄膜的 那他也是会有赚钱 但是在相对低档 一定是不会有人讲 这个在相对低档 他也不会有人讲 你看节目就是看 如果去买低档 对不对 所以我跟哥哥讲 你手头上有刚刚我提示的 陈宏 凯胜 上银 可成 联发科的 我欢迎你打电话进来 那如果认为 你不管你是做指数个股 都一定要事先做预算 那我教的技术分析 它不是传统技术分析 它是特殊的技术分析 比如讲 我教三官价 都事先做预算的 事先做预算的 这里面都刚跟我的会员讲 怎么去做比较 怎么做运算 怎么去抓 那个股如果低 你没办法低买高卖的话 你在股市上面操作 你是不可能赚钱 所以我也跟各位讲 探钱让他属于的策刀 探做伯娘 请找白人 那你手头上有 刚刚我讲的这些股票 它未来高点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的 因为这是很多人 手头上有的股票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那直接认同我们理念的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 事后上课的 有给各位 大优待 最广告中时段电话 与我们做联络 祝各位下礼拜三 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 云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好 二月二十五号开课 这个礼拜六三关架标股密集班 如何低买高卖 现在只剩下三个名额 你只要花 两万五 会期 还可以学巨数 速播 02389 8689 02389 8689 或是有任何问题 想要知道 你手上的股票的高低点 也一样播 02389 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始发客户 当您启动至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救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行这件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 2389 8689 消灭灯格热 仔细清扫 立即做 饮水积水盘 若有积水要倒干净 花瓶臼水倒在土壤中 可以避免再次积水氧纹 花瓶底部 盆栽底盘 要尝尝刷洗 避免温暖附着 不使用的水桶 记得倒质量干净 别忘了食温鱼 也是消灭极绝的小帮手哦 防止灯格热 清干净 倒干净 刷干净 晾干净 大家一起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 有相伴的现在 或是期盼的未来 对对对 然而我们都知道 每个人都会老 老不应该是烦恼 老应该要照顾好 长江二点零 我们照顾您 玩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 才是对健康好对环 好 好